画面上是市府发言人余志明跟教育处长刘美兰召开记者会说明 有一家营养午餐的食材供应商最近接连出包 最严重的是有学生咬下营养午餐面包发现虫 这一名营养午餐的供应厂商龙生蔬果行 有被本府发现了番茄食材的标签不实的一个状态 那厂商呢在当时是声称是标签物质的事件 那此外呢在4月25号也就是上个月的时候 学校的营养午餐在进行食材验收的时候 又再度的发现了肌肉过期的严重事件 在第一时间我们也马上的进行退货处理 并且要求更新食材 也通报了市府的食安的机制 由教育处还有卫生局以及动保所 来进行溯源的这个饥茶 追查过期肉品的这个动态 还有它的流向 那所幸这些过期的食材并没有流入到校园 供这个学生们食用 但是在昨天的下午 本府再度接获到教育处的一个通报 在某高中的营养午餐当中的一个点心面包 上面有出现了不明的毛虫 目前正在启动的都是食安的相关的程序 那已经从第一个标章不实的这个区块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正在走相关的程序 第二个就是在过期肉品的部分 那这个动保处这边正在做相关的查核 那面包的部分是昨天才刚刚发生的 所以这些事件如果经我们的整个食安的调查程序 都属实的话 我们就会依照合约来进行相关的程序以及祭典 合约供应商6万块以上的罚款 然后另外针对这个肉品本身的供应商 那是他供应给农生再供应给学校 我们同样一样会用6万块的那个罚款给他做处理 那至于在那个面包的部分 那因为面包里面含有虫体 那他可能就涉及说 可能就是有可能有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这样的 有这样的义务那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会等到那个新北市政府卫生局 对他这个产品本身的处置之后 那我们会再考虑是不是在进一步 对农生用共同行为人的方式做后续的处理 依照他的合约内容 这个厂商他是与前市府签约 自去年的8月30日供货到今年的6月30号结束 这几起的连续事件也凸显了我们现行祭典 陈储的部分相对来说比较缺乏严格的约束力 那为此呢我们本府也会针对营养午餐的这个制定 也会针对营养午餐的部分来制定一个 比较健全的自治条例 并且会将来会提交到议会来进行审议 杜绝可能有问题的食材厂商进入到学校 而针对这家营养午餐食材供应商连续出包事件 教育处表示已经结合动保处与卫生局启动食安调查机制 若查核属实将有祭典与罚宽处分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